我们看一下表格的细形边框 以前咱们学买tml的边框是很粗的 然后我们再来写一个 还记不记得我们的表格是表格TB是吧 下面包含的是我们的TRTR下面包含的是TD TD我来一个我们来一个5个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 然后按下Table键这样是不是就有5个TD了 然后我里面分别写上一个123分别写上一下 只是一行我们选择好之后 考人家C考人家VV是吧 复制一份 好了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右击在我们浏览器中打开可以看看 这样的话我们这三行5列的表格又出来了 好是不是三行5列又出来了 好我们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复制两行对吧 好写上这好之后考人家C考人家VVV再复制两份 好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给我们表格设定它的样式了 比如说我们写在这里面写成一个他好style 换起来到这里面Table上来什么给个宽 宽度比如我给他一个什么样700px够大 是吧好高度能给个多少给一个300px 这样的话我们边框已经有了 打开完之后我们刷新一边看结果 然后一刷新出边框有了 只不过边框我们是不是看不见 现在我们可以给边框了就是Boulder杠什么样 我们Boulder扩起来咱们间写EPX solid 然后我们给一个red是一个红色 按道理是不是一像素边框是很细很细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过去 然后我们刷新一遍 no是不是这个边框里有了 同样道理里面这个td是不是也要有 是吧td也要有它的 所以说td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变框 Boulder扩起来 EPX solid 然后来个red 好了我给完之后我们再一刷新之后 你看no是不是这个就有了 有了之后我们知道吧里面的什么 它们的属性给它设计好 Table里面我们这是不是有cell spacing改成几 0对吧cell padding 这改成几 改成0 这样是不是可以了 好写完之后这两个属性是有的 然后一刷新 但是写完之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表格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的表格这么粗 一像素为什么这么酷 在这里面的话是因为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下 好打开完之后 我用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刚才写了一个给表格了一个边框 然后table 是不是给表格了一个包着一像素的一个边框 对吧 好了 给完之后 这个红色是个表格的 然后第二个 我又给我的单元 td给了一个边框 一像素的边框 这样的话就会出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放大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问题 你看我这一像素边框 或者一像素边框 它是不是挨在一起的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什么 1加1等于2 是不是比较粗的一个效果了 然后这也是1加1等于2 所以说你会我们会翻下看下来 是不是我们 其实是看的是 写的是一像素 只不过1加1乘了两像素 是不是比较粗而已 然后你会发现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都比较粗了 怎么让它变成细线表格 在这里面介绍 专门给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处理这种粗线表格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table 这个table里面 包着钢 collapse 然后选到里面的collapse 那么collapse 但是这个单词 它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做合并 这个单词就是合并的意思 我给你写在这 这个单词是合并的意思 单词是合并的意思 好了 我给大家写上去 之后注意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看看能不能做出 我们想的效果来 那么我们就给表格行了 让表格和单一个跟合并 就是boulder-collapse 写在里面的collapse就可以了 想到 这个就叫做什么 合并相邻边框的意思 把这两个它本身单词 是不是合并的意思 什么意思 你看 这个1加1 是不是等于2的相素了 我跟它合并一下 把1加1那两个 跟它合并成一个 往这里抖一相素 是不是 细了 上面怎么办 也跟它合并一下 再往上抖一相素 no 是不是成了一相素了 把两相素给它 因为它相邻了 记住它只合并相邻的 把相邻的两个 跟它合并成一相素 好 改完之后 我刷新 no 怎么样 新线表格是没出来了 超级好看 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真正的会发现 CSS绝对是非常好用 让我们相信 CSS真的是我们的白马王子了 对吧 用它做 可以做出我们想要 很多想要的一些效果 这个是关于我们新线表格 它的一种做法